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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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是阿直 我推荐的作品了 看得出来 超级厚的漫画 阿直的喜好 但是其实 要我说的话 这部漫画 它是有很多前置条件 我来跟大家解释 我觉得应该说 在大家开始看这部作品之前 应该真的要先听一下我的解释 先听我说 对啊 OK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部漫画呢 它的书名叫做 机器人宇宙 Machine Body Universe 呀呀呀 它是全一册 不算完结的单行本 为什么我说不算完结呢 是因为 其实这部作品 我就要从它的原始原由 来解释一下 首先呢 就是我们这部漫画的作者 叫什么 加藤拓二 那是怎么样 拓二 对 加藤老师呢 他算是职业漫画家 对啊 人家是职业漫画家嘛 但是他在画另外一本连赛的时候啊 他就有点时不时的 就会在他的那个推特 对 我还是叫他推特 在上面就是会发表一两篇 就是他的一些点字集 然后正好呢 就是跟这个 为什么叫做机器人宇宙 就是正好这个世界观 它是一个设定在 一个据说在几十年前 有发生一个 算是世界大战的那种大战争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科技很发达 有很多自律型机器人 就是在战场上活动 结果等到这个几乎毁掉 整个全世界的战争终于平息之后 但在野外啊 还是有很多 就是非安全区外面 还是有很多这种自律型的 机器人会到处作乱这样子 所以就有阴影而生 有像佣兵这种职业 就是他们平常去负责 算是清除这些自律型机器人 然后顺便可能 回收他们的零件 拿来卖钱之类的 或者接受一些委托 一些可能想要复兴 这个世界的财团的委托 然后就是类似这种的 雇佣兵的生态 总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大战过后 几十年之后的世界观 但是呢 问题是作者啊 他当初他就真的 只把他自己的几个点子 然后就随手画在推特上 所以他每次每一篇 基本上就只有一页到两页 顶多最多到三四页 就是短短的短短的 然后因为呢 他里面就有好几个出现 所以他算是一个 你可以说他是群像剧 他基本上在这本里面 还有五个不同的组合 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他们有各自的立场 跟各自的想法 那正好就是因为一些事件 他们会彼此交错 所以后来作者呢 就把这一个系列 就是他们整个这些角色们 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观 叫做地名叫做机器人宇宙 这样子 可是当时他是在网路上连载 也不是连载 因为他是在画连载的同时 随手画一个这个东西 但因为他这一部呢 在网路上大受欢迎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世界观 那后来就是等他 就是连载到一个段落时 他们就有编辑就说 那要不要把这本 就是你网路上画的这些东西 把它集结起来 集结成册出一本书这样子 所以大家看一下 就会发现到说 这本书里面 它里面的画风 其实不是很细致 感觉就是你会觉得 好像很潦草 很多涂鸦 然后甚至就是 不是画很细的那种感觉 这是因为他原本 真的就是涂鸦 他只是把涂鸦 把它集结成册 加上因为他 当初是在推特上连载 所以他可能就是 每一个章节 可能就只是一个小片段 一个小片段的idea 所以当你集结成册 你在看这部的时候 单行本 它其实并没有把 每一章的段落标出来 所以有时候 你看一两页 然后接到下一页 就觉得 怎么好像突然 故事就接不上了 这是正常的 因为 因为他原本就只有 一个篇章 可能就走一页到两页而已 对 就并不是一个 很完整的故事 然后等出了 这本那个 单行本画 就是他的网路上 他所有的一些涂鸦的 单行本画之后 后来呢 他手边的连载 终于结束了 然后编辑就说 要不要来正式画一本 所以后来 他就真的又正式了画一本 机器人宇宙1.0 第一集 那个1.0呢 是指说就是 后来就是他有加笔 就是把这个 机器人宇宙的 世界观的故事 再把它画细 就画面变得更漂亮 然后加笔 把故事变成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章节 开始进行正式连载 目前日本那边出了第一集 还没有完这样子 而且日本那边 目前的故事 好像才出现 两条 三条路线而已 并没有像 现在我们看的 这本单行本里面 已经五条路线的 主要角色 全部登场了 这样 对 这就是一个前置条件 就是 如果你要看 这部作品之前 你必须要先理解 它的原由 这样子 然后再去享受 这个故事 这样 花花熊在看的时候 就想说 咦 问号 咦 问号 咦 问号 然后后来跑去看 阿子的心得 才比较知道说 哦 这故事的背景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故事里面 并没有讲到太多 关于模式的设定 对 就我不太能理解 他们到底 为什么要去做 佣兵 然后跟 他们的佣兵 任务到底实际上 是什么 因为我 大概只看到 一小段片段 就是他可能去打了一些 刚刚阿子说的 自律型机器人嘛 然后但是 我就不清楚说 他们到底是 就是哪一 就有哪些失利 这样子 所以听阿子说 就比较清楚 我是蛮喜欢 去倒推的 其实他有一些 蛛丝马迹 可以去倒推出 过去发生什么事 我还蛮喜欢 抓这些细节 去想象 所以我个人还好 不太会去在意 呃 没有讲清楚 没讲清楚 不重要啦 很有趣 现在很有趣 不过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本单行本 它并没有完全 集结进去 因为其实还有 包含一些 作者手写的一些设定 跟一些插画 其实这本也没有 收入进去 我之所以会知道 设定是因为 那些设定是 作者就是手写在 就是他有用手写的 写设定 有丢到网络上去 我是看了那个 之后才知道 那你至于 这些比较详细 其实他之后 在那个1.0里面 他有 呃 在故事中有 用背景的方式 有把它带出来 就是你会比较理解 这整个世界观 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 1.0的故事 它并没有全部 呃 它算是 这部机器人宇宙 单行本的延伸 它算是星座啦 就是 它并不是把 这个机器人宇宙 重置重会 而是以 这个机器人宇宙 已经存在之后 再往下 继续发展下去的故事 所以它算是 后续作 要理解的话 是这样 后续作 这样子 这后续作的时候 它会把 前面这些 短篇还没有 讲得清楚的 它把它包含进去 再重新再解释一遍 这样子 嗯 我个人是很希望 把后续作一起 带你进来啦 如果这本卖得好的话 我希望 呵呵呵 然后这本真的 超级厚的 厚到就是 我突然想到 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不顾有讲到 他跟同事 就是聊天的状况 呵呵呵呵 我就伸出试探的佼佼 因为他们说 他喜欢看漫画 呵呵呵 但是聊了之后就发现 嗯 反正实际上 就不是这回事 呵呵呵 他们后来说 他们比较看小说 小说呢 喜欢什么小说呢 然后说翻译小说吧 因为他不像漫画一样 很快就看完 而且没有想象空间 他喜欢看后的 来 哇好 他喜欢看后的 对 他喜欢看后的 我怎么就 哦 哦 然后我就拍照 我就想说 嗯 我手边刚好有一本 翻译的小说 然后他就比 那个 机器人宇宙还要播 对 这部漫画一点都不播 谢谢 拜托现在很多 那个什么爱藏版啊 新装版 一本都超后 哦 真的 惊人 价格搞不好都跟小说差不多 诶 搞不好还比小说贵诶 对啊 有 嗯 因为现在后来的 这种爱藏版 他本身就是收集用的 然后纸质也比较好 对啊 那 机器人宇宙 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 他有五个 五条路线 对 那里面最主要的 算是主角 主视角路线吧 算是最活跃的路线 就是这个 呃 机器人佣兵 跟他抚养长大的少年的故事 人类少年 嗯 对 人类少年 那我们这个机器人佣兵呢 他一开始真的就是拿机器人 完完全全的 外表看起来就是机器人 然后长相也是机器人 可是因为呢 他捡到了这个气音 就是这个少年 这个气音 婴儿就觉得 机器人看起来很可怕啊 然后就哭了 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 为了不要吓到他 他就 诶正好 正好 呃怎么讲 战利平兵 正好有获得那个 他之前当佣兵的时候 有获得到的 呃 算是给予的 那个回馈的东西 对 这是 这叫什么 仿生皮吧 仿生皮 然后就把他带到头上去 后来呢 就变得比较 不会那么可怕 然后婴儿就习惯了 这张脸 而且那个母亲很有趣 他就还很认真的说 哦 那他就是 身 头部以下的 也要努力的改造一下 对 他就 他就为了能够要符合 母亲的概念吧 就去改造他 因为原本他的身体 真的就是比较像是 中性的那种身体 后来就是 逐渐的轻量化 然后变成 越来越往女性化的方向 去改造 这样子 那个母亲还有一个好友 我觉得那好友也蛮有趣的 就是那个 日本其实还蛮 蛮有名的 那种什么 男 男大姐的那种类型 有一话很经典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 就是来拯救他的 女性的佣兵吧 然后他就 啊 这个女性真美 下一个 我要变成那么美的女性 就 对 好像也不太对 但是 又强又美丽 我要变成这个 又强又美丽的女性 对 好像很有道理 并不是想要追求他 而是觉得我要变成 这样又强又美丽的女性 对啊 那我们刚刚不是就正好提到说 这个 就是年轻的时候 被救的这个 女佣兵吗 我们这个女佣兵呢 他也是其中一条路线 这条路线呢 是一个老婆婆 她是 看起来非常帅气的老婆婆 然后带着一个那种 一个会讲话的 这些音响吧 她是 对 自助点唱机 自助点唱机 但实际上呢 她们的真正身份是 几十年前那场大战的 王牌机器人驾驶员 跟那个 机器人辅助的AI AI中书 对 然后她们目前住在教堂 所以就被附近的小朋友 当成修女跟神父 但她们这两个职业 完全都不是 对 世界线交错 然后 帅婆婆超帅的 我觉得婆婆好帅哦 拿着散诞强 帅啊 她这部很多 五条线的设定都很棒啊 对 就是阿子 我看了之后 觉得阿子会喜欢 对 就是阿子我的嗜好 有没有满满塞满了 阿子我个人的嗜好 对啊 这样帅气的老婆婆 超帅的 像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妈妈 机器人妈妈 就完全没有表情的 机器人妈妈 跟那个少年之间的 那种互动 我觉得这对母子的感情 我也觉得很喜欢 然后刚刚那个 帅婆婆跟她的那个 点唱机搭档 这个也很有趣 而且点唱机的那个 歌曲都非常的经典 很老 都被吐槽说 这是什么歌 对 这对搭档很有趣 那接下来 下一对搭档呢 是武器店的女儿 跟固定式炮塔 对 这对算是 也是AI 恋爱关系吧 对 固定式炮塔 她一见钟情 你们知道那个固定 在这个设定中 不是有一些 机器人的那个AI 很发达吗 然后我们这次的 这个这条路线的主角呢 就是一个固定在屋顶上的 一个算是很 当时代很前沿的那种 狙击 狙击兵器 嗯 对 然后但是因为她 她狙击嘛 所以她其实可以到处 观察整个市区 她又在制高点上 所以她就是 对我们这个女主角 这个武器店的这个少女 算是一见钟情 就是啊 然后就偷偷的暗恋人家 然后一直不断的那个 偷窥 偷窥人家 他不是在N年 他不是看了她很久很久 然后才发现自己是喜欢她的吗 对啊 这样也不是算一见钟情 不算 就是观察很久吧 对 观察很久 监视很久 对 那总而言之就是 其实我们这武器店的少女 他相当的具有正义感 嗯 正义感 然后后来 总之就是跟这个 AI结识之后呢 他想办法把这个 这个 狙击枪 AI 把它装 装设在外骨絡上面 外骨絡机器上面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就穿上了这个 装着 装着这个 狙击枪的这个 外骨絡 外骨隔 外骨隔 对 然后就成为了那个 在这个 安全区中 维护治安的神秘人士 这样子 他好像还有个代号 叫什么 鹰 鹰眼吗 对 对 鹰眼 带号鹰眼 很可爱 就到处行侠正义的 正义的鹰眼 这样子 然后因为AI就是 也对女主角很清醒 就什么都依她 就好 没问题 帮你 这样子 亲爱的 这样 其实这一对是最有非人感的 他们两个的 虽然是唯一认证 有爱情 恋爱关系 但是 其实是非人感最强的一组 对 就是 真的是机器 他完全没有 因为你知道 如果老婆婆跟点唱机那个 点唱机那个真的就是一台 一个方盒子 我们的老太婆 老婆婆就是一直这样 手提的那个方盒子 到处移动 他其实有点像手提音响 对很像 对 那我们这个则是 他就是装在外骨肉上面的那个 背在身上 把我的背后交给你 不对 他全方位在保护他 对 对 那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第三条路线 是 第四条路线呢 是大小姐 跟他的女仆 嗯 这对路线还蛮有意思的 这对路线 他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有那个小复兴 文明的那个财团吗 是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财团的大小姐 跟守护他的女仆的故事 这样子 嗯 这个听起来好像比较没什么 但这个其实感觉水比较深啊 这条路线 真的 很有趣啊 然后我很喜欢的就是除了女仆之外 他的所有的园丁啊 管家啊 女仆长啊 都可以随身就抽出刀 拿出枪 然后 干掉敌人 看起来超强的 那些 超帅的 我好喜欢 那个女仆长的那个肌肉 对 穿着女仆的衣服 但是伸出来那个肌肉 帅 然后管家可以拿出一个 比他身高还高的墙 扛着他 帅 帅 帅 我很喜欢他们整个家丁 忽然觉得那个女仆弱掉 他就只是一个少女 真的 他是少女而已 人家是 人家算 看起来像兵器 但还是个少女 人家是人造人啊 不要这样 嗯 女仆不是吧 他并不是完全正常的人类 女仆不是完全正常的人类 他算是有 他没有痛觉 对 他算是被制造出来的 算是生化人 对 呃 我们刚刚是讲了四对了嘛 接着第五对 第五条路线呢 是反派路线 耶 这个世界有反派 但是隐其说是反派 不如说 这是愉快犯路线 对 愉快犯路线 所以任性的 任性的制造麻烦 对 这个的话就是 呃 半人半机械的路线 我们的这个 半人半机械 这个路线呢 他是 呃 算是女 女性吗 对 我们这个女性 他 他其实是在几十年前 大战的时候 然后 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王牌驾驶员 那个老婆婆 她的部下 可是因为在战争中 就是失踪 后来呢 他是其实是被那个 当时被 算是疯狂科学家吧 把他改造成 半人半机械 嗯 那 这个改造之下 好像把他的精神 好像有点破坏掉 他的记忆跟精神 好像都有点怪怪的 就是好像不太记得 什么事情 然后 他的性格 好像也变得很 怎么说 很 精神异常吧 因为他的改造方式 是往那种 烈嘴女的方向去改造 所以他也会 那种 问那种烈嘴女的 那种问法 说我漂亮吗 之类的那种玩法 对 那 他之后呢 被改造成这个状态之下 他就开始寻找 他觉得有趣的对象 然后把对方进行 改 怪造 就是日本的念法 也是改造 但是汉字写起来 是怪造 对 然后就是 搜寻伙伴嘛 目前他们 他的伙伴有两个 一个是 呃 那个看起来就很不太是 不太正常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 那个 那个女的 嗯 就是只有两 只有手跟脊子 就是那个女的 跟那个 原本做回收上的 那个男的 脸被啃掉的 那个男的 这条路线 其实他就是 这条路线 基本上用的 都是日本传统的 也不能传统 要说都市传说 那个脸啊 没有脸光滑的 那个也是 日本都市传说 对 对 蛋头先生那一类的 对对对 这个 这一条大概就走 这个路线 当然就机械化 对 机械背景下的 一些怪谈角色 大概这种风格的 路线吧 然后他们是 他们就真的是 唯恐天下不乱 觉得有趣的 他们就接这样 有趣的工作 他们就接 算是反派路线 所以当看一圈回来 我们又回到 主角那个 机器人妈妈 跟那个 亲的故事 后来就觉得 平淡的日常 真是快乐 原来他们 只是平淡的日常 对 只是说虽然 妈妈跟儿子 变成搭档 傭兵在工作 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 这对他们来说 就只是很 平淡的日常生活而已 对 我没有想到 我看第一话的时候 完全没想到 他们竟然变成 日常生活的代表 跟其他的比起来 他们真的 非常的日常生活 对 对 对 然后泡泡熊 还想提一个 就是 纸本书啊 如果翻开 那个礼封面的话 可以看到女主角 她原本的样子 对 她的机械 机械体的样子 没错没错 把身 外面的那个 身 身化 仿生皮拿掉 对 仿生皮 对 拔掉的样子 这个 怎么说 整体来说 就是一个充满 阿直 我个人喜好 跟作者自己 他本身的喜好 然后整个 集结成侧的 这个感觉 作者一定很喜欢 兔女郎 对 真的很喜欢 你会发现 他在网络上 他自己画的时候 也画一大堆 兔女郎 想办法让他们穿上 对 拿着机枪的兔女郎 拿着黄金加特林 穿着黑丝 是 就是浓厚的个人喜好 这真的是一部 非常反映 个人喜好的作品 那 如果跟作者的 喜好电波有对上 例如我 就会觉得 看得非常开心 这样 就是只要大家 有前提 就是知道 这部 他之所以集结成侧 他的前提 是因为 他是水手涂鸦 集结成侧 有这个概念的话 来看就比较 不会那么的混乱 然后听我这边的解释 大家也比较懂 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大家就去看看 这五条路线的 这个五队 五队搭档们 他们之间 怎么纠结在一块的 一个故事 这样子 对 我很喜欢 这种世界线交错的 我都很期待 他就是分五条线讲 然后也有 混合在一起的篇章 对 例如说就是 偶尔他们会互相搭档啊 例如说 鹰眼就跟我们的 那个 妈妈 妈妈少年的 这个傭兵搭档 就可能就会接任务 就有认识啊 或者是 我们的佣兵少年 不喜欢接的任务 要去 要去那个 财团那边当 护卫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佣兵少年 接了个什么 我想想 狩猎探袭的妖精任务 然后就输在帅婆婆手上 对 要去打帅婆婆 那当时我看了好紧张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完蛋了 你一定会被帅婆婆给她 要被灭 要被灭啦 要被灭掉了 结果没想到她被 她被他们的那一团 用兵团给当弃子丢下 然后帅婆婆就把她捡回去了 把她捡回医院了 这样 就帅婆婆就是 不要欺负小孩子 小孩子下下就好了 好帅 好帅 就觉得 对 看各种路线 就会让人有时候会紧张 有时是互相协助 有时是互相敌对 这样 我很期待 那个1.0后续的 就是新开新章 就作者开始认真 开始画连载之后的故事 对 至于其实还有一对 当时在 就是在网络上连载 其实还有一对 就是机器人 漫画家 跟人类助手 这一对的路线 可是这条路线 她并没有收录在 单行本里面 后来她好像在 1.0里面有放进去 就是有认真化 有认真化 其实这个漫画 机器人漫画家 她原本 这个机器人 她原本是佣兵 然后她在那个 他们 部队里面 她就随手 随手画 然后他们的部队 其他人都觉得 你这画得很棒啊 你有没有考虑 当漫画家 干嘛干嘛 就后来就是 等大战结束之后 就他们部队全灭 只剩机器人 她活下来 所以她就只好 她就觉得说 那我就继续画吧 她就真的就是 开始默默的 画起漫画来 那我们另外一个 那个人类女助手呢 她 她其实是那种 狂犬型的拥兵 基本上觉得 没有什么 觉得世界很无聊啊 然后就觉得 然后你知道 就是他们所经过的地方 都是 狮三遍野的那种状况 然后觉得 人生无趣 结果就 某一次任务里面 不小心看到 就是在 现场遗落下的漫画 然后看了之后 内心深受感动 觉得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作者是谁 然后就开始去追查 这个作者 然后他去 找作者家之前 有一系列的 那个陷阱 他就 这个陷阱真的很危险 可是 怎么可能阻止 这掉我的热情呢 他就 以他那种 非常惊人的 傭兵的那个 怎么讲 傭兵的那个实力 就漂亮的 闯进了 那个莫哈加的家 然后就看他 全身浴血 然后就说 老师 请帮我签名 对他拿出的 请帮我签名 太猛了 非常帅 我很喜欢这条路线 而且我稍微可以猜测到 预测到 这条路线 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 我猜测啦 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我喜欢的路线 不知道呢 我是因为这条路线 在网路上的话的连载 也没有画完 就只是也是到一半 就变成说 后来就是 他就是很喜欢 这个机械人老师 然后就 一直跟在他身边 就说 那我还当你的助手 可不可以 然后机械人老师 也好啦 他就送你当助手 这样子 就变成这个 不过这个路线 就只是发展到一半 应该说 整个五条路线 全部都只发展到一半 是作者 现在后来 才开始认真化1.0 之后 才打算继续 延续这个宇宙观的 后续故事 这样子 我们就只能期待后续 好我讲完了 好耶 我好喜欢这部哦 很赞 我觉得那个五条路线 怎么讲 我觉得品味很好啊 我也很喜欢 品味很好 真的 就是除了偶尔会出现兔女郎 然后我笑了一下之外 我觉得整体上 那个人设的部分 也是都错到我的喜好 真的 因为那种反差的部分 很赞啊 真的 喜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在听完阿子我的前言 跟那个 就是阅读之前的阅读须知 的话 嗯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看了 嗯 我觉得倒推也不错啊 我贵人也蛮喜欢弄细节 然后倒推的 其实倒推起来 反而是那个老婆婆 其实才是核心耶 她认识的人最多 对 毕竟她是当年 每一条路线都有她的影子 毕竟她是当年大战的幸存者啊 而且是当年的王牌部队的王牌 她应该接触到最多那种 核心机密的事情的人 那个机器人漫画家的那个助手 是不是也曾经是那个队的人了 还是说曾经 不是不是 向往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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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差了几十年耶 好好好 对 啊 感觉好过瘾哦 不过 我知道是那个啦 好像是 那个帅婆婆有没有 那帅婆婆她的 她的部下 后来有离开军队 然后好像有结婚 有小孩 所以那个 好像她的孙女吧 好像也跟这个帅婆婆认识 我记得好像他们有那个搭话过 好像就是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世界里面 她基本上很 人际关系都有关 因为我印象中的好像 她的故事线 好像有出现过 那个婆婆年轻的时候 但我不太记得了 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庞大的 因为她单行本毕竟没有 对 她单行本其实没有完全收入书 她在网路上画的内容 嗯 并没有完全收入 她已经这么厚了 居然还没有完全收入进去 你知道作者画了多少 她也很爱吧 老实说 这个就像是个人的喜好 跟商业制的差别 对 但恭喜她变成商业制了 恭喜恭喜恭喜 好了 我觉得讲的差不多了 剩下真的 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啦 总之 我个人相当的推荐这部 那就是阅读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阅读困难 但是大家只要抱持着 每一篇章 大概只有一两页的这种心情去看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总而言之 就是享受角色 享受设定 然后享受他们之间的那种 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 以上 我讲完了 好哦 好哦 OK 好啦 那差不多就这样了 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想要再提的吗 没有 没有哦 OK 好 那今天关于这部机器人宇宙的推荐 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好 好 回去 回去 工作 拜拜